北京的扁豆焖面 昨天采了好多的扁豆 所以打算今天做个扁豆焖面 如果能买的切面有切面 我买不到切面所以我就自己和面 面一定要和得硬一点 如果你的面粉不是很好的话 你可以加一个鸡蛋再加一点盐 因为法国的面粉是特别特别的好 韧劲特别高 所以我就不加鸡蛋也不加盐 然后就是蒜和生姜 如果你喜欢吃肉呢 还可以割点肉 最好是割羊肉 因为在北京我们都割羊肉 面一定要和得硬一点 因为待会要切成面条 面要和得硬一点 和好了把它饧在那 饧了以后待会再肉 饧了半个多小时再揉 再揉一次以后再给它饧上 扁豆洗干净以后把它掰成段 姜末蒜末 蒜末分两的一类是拍成块 另外是蒜末 蒜末是做好以后再撒在面条上的 然后就是肉 肉你可以切成丝也可以切成片 猪肉羊肉牛肉都行 炒扁豆之前就一定要把面擀出来 这个面呢就不能切得太细 最好宽窄就跟扁豆的宽窄差不多是最好的 锅里倒油 三块和姜末先拿去煸炒出 蒜末和姜末去蒜末搅拌一刀就煸炒 肉变色了 剪豆变色了就加一些盐 不要加太多 因为老话都说四季豆不足油盐 你加太多它全部系在肉上 当然肉是很咸 待会把面团放进去以后再调味 没过扁豆 没过扁豆 可是又不要完全没过扁豆 上面要浮一些扁豆 这样呢面条放在上面才不会把软 放在汤里面 面条等于是用扁豆架着它 蒸熟的 隔着它 拿着面子 慢慢地放在上面 不要把面条坨一坨地坨在哪里 一点一点地放 面条全 炒好了以后 改成小火 火大的话 这可以烧干 面条还没熟 所以水已经干了 那就把它盖上盖 盖上盖一焖就行了 焖了差不多15分钟 水已经干了 面条也已经软了 面条也已经熟了 把面条和卷豆拌匀 然后一条味 这个时候就把剩下的蒜末倒进去 再把它拌匀 就可以湿了 喜欢颜色重的话可以再放点姜油 喜欢的就不用再放 扁豆焖面 北京的扁豆焖面 做好了 好多年没吃了 凉拌野现菜 今天做个凉拌野现菜 自己种不了现菜 就吃野现菜 蒜末 辣椒油 盐 喜欢味精的可以放味精 或者鸡粉 炒熟 炒熟了就直接把它捞到凉水里边 炒熟了就把它捞到凉水里边 马上拔上 用凉水冲凉 葱凉 挤干 辣椒油 蒜末 一点盐 一半 很厉害 做好 带 所以 很厉害